各位同學家長大家好 歡迎今天來到2022年澳門科技大學線上開放日招生署的訪談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Tracy 也都很榮幸邀請了兩位老師 羅老師和陳老師來到今天的訪談 跟大家說個Hi Hello 兩位老師接下來都會為大家介紹一下 不同地區和國籍的學生報讀的方式和一些注意事項 就來高中畢業的同學仔 你們有沒有想過去哪裡讀書呢 對於選擇心儀的大學考慮的因素又有哪些呢 會不會考慮大學的排名和國際認可到教科研實力等等 相信同學仔為自己的讀書生活 乃至以後的就業發展方向都有所規劃 接下來都會由我為大家介紹一下澳科大概訪 然後兩位老師都會介紹不同地區的招生政策 換言之我們就會用粵語、普通話和英語、三語來為大家作講解 讓同學仔可以掌握第一手的入讀資訊 澳科大就在2000年建立 目前是澳門規模最大的綜合型大學 目前在校學生人數已經超過了16000人 同時都會提供學士、碩士和博士三個等級的學位課程 在大學排名方面上澳科大在泰布市高等教育世界大學排名中 已經連續三年位於前三百強 由此可見大學的發展迅速吸引了不同地區和國家的學生來報讀我們的學校 不同地區的學生又如何報讀我們的本科課程呢? 首先要講講對於本地、澳門、香港、乃至台灣的學生如何報讀 請教一下羅勞斯 澳門、香港、台灣或國際的同學仔 其實都可以透過兩種入學方式 就是不試入學和直接入學這兩種入學方式來報讀 很多同學都會問 究竟我怎樣去選擇這兩種入學方式呢? 其實都要看回每個人不同的申請情況 譬如說如果你是得應屆的高中成績的話 其實都是建議選擇不試入學 以這個四考聯考成績申請我們的本科課程 但如果同學已經是有國際公安校試的成績 譬如說IB、GCA或SAT等等的成績 或者已經是讀過或者現在正在讀大學的同學仔 其實都是可以透過這個直接入學的申請方式來報讀 但要記得每個同學仔 是每一年度只會用其中一種入學方式來申請 除了這兩種方式之外 還有一種方式叫保證入學 就是給一些優秀的澳門中學同學仔 以及香港直資業會的中學生 用這種入學方式透過中學來申請我們的學校 如果同學仔對這個方法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向所屬的中學查詢有關申請條件 關於獎學金方面 大家同學仔都可能很關心 我們的大學其實都是有按照不同的地區 帶給同學仔不同方面的獎學金 不同形式的獎學金都是有的 這些獎學金其實都是不需要自己申請的 如果你是頒發獎學金的話 其實我們在學校 我們學校在錄取結果給你的同事 都會有獎學金的通知 在申請方面 都建議提交任何對自己的申請有幫助文件 以增加你的入學機會 譬如說你的一些公公考試成績 譬如說你中學成績 譬如說你有做過義工 一些相關證明文件等等的話 其實都是可以提交的 我們亦都有機會以面試 來進一步評估你的申請 最後提提大家 我剛剛說的文件 每一個申請人 其實都必須在大學網上報名系統上 上載的文件 同時在網上報名系統上 都是可以完成到你整個申請流程 譬如說你填寫個人資料 結果報名費 完成報名手續之類都可以做到的 同時錄取結果 還有這方面的資訊 其實都會在這個系統上公佈 好,謝謝羅老師 換言之本地澳門香港和台灣的學生 除了可以用不示入學之外 都可以使用這個直接入學的途徑來報讀 我們都有部分國際學生 So Mr. Law How could foreign students apply for our undergraduate programs? OK, as for applicants who are not from Macau if you have qualifications such as IB, GCA, A-level, SAT, etc you are eligible to apply by way of direct admission as well it is advised to have as many supporting documents as possible in order to increase your chance of admission and the university will have a full look of documents for example your public exam results, transcripts, before deciding to put you on the shortlist of the interview if necessary We evaluate your admission based on several factors including your public exam results supporting documents that you have submitted and the performance of the interview if it is ever conducted Some courses are super, super extensive and competitive So be prepared Scholarships will be granted based on these factors as well If you have scholarship you will be shown alongside with your admission decision you don't have to apply it by yourself OK, so for non-local students you are welcome to apply through the way of direct admission if you have relevant qualifications or public exams and also you need to apply through our online application system by uploading your academic documents for the university to evaluate your application There are so many North Peruvian students from the country, Taiwan, international students we have a full portion from the land and th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we would like to invite our professor our professor We have a lot of European students and East 我们有很多 外地学生 andு教士 TiEe and特长生 等等 They are going to talk about how to apply our science of our science of an international project 课程呢 好 那大家好 那每一年呢 报考咱们澳门科技大学的 内地同学也是非常的多的 那接下来就由我来 为大家介绍一下 如果想要去报考 咱们澳科大的内地同学 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 那在大家最关注的 这个招生政策上面呢 我们是欢迎所有 参加了2022年高考的同学 来报读的 那独立自主招生 不赞用内地的这个高考的 不用赞用内地的这个 志愿名额 文理兼报 完全与内地的这个志愿 是不冲突的 那也就是说 报考咱们澳门科技大学之外呢 是可以再继续去报考 这个内地的这个志愿的 是完全不会冲突的 这样一来 大家也就多了一个 更多的一个选择 那在录取的要求上面呢 我们是折优录取的 录取的分数呢 会依照不同的学院 以及课程的要求有所不同 那参考了这两年的 这个分数线 那工商管理 理学 法学 中医 以及内外医全科学 我们都是需要达到这个 一本线以上 才会有机会被录取的 那其他的这个科目呢 也是需要 大家在一本线左右 才会有机会被录取的 那每一年的这个 招生的这个情况呢 也是需要根据大家的这个 当年的这个报读 我们学校这个人数来定的 那今年呢 甚至我们每一年的本科生 我们招收的这个 本科的人数呢 是2500人 那先修班呢 会有200人左右 那至于有一些个别 特别的一些专业呢 也是需要去参考大家的一个 省级的 一考的专业的成绩 以及大家的一个面试的一些 综合表现来评判的 那大家也会比较关注说 我们去会不会 学校会不会去给大家提供到 这个入学奖学金 那今年呢 我们会给大家提供到 170个入学奖学金的名额 给到成绩优异的同学 那如果说你的成绩达到了 第一批分数线的50分以上 那我们学校呢 将会折优给大家去颁发 这样子的相对应的 这个入学奖学金 那每一年报考咱们学校的人数 是非常的多 那超过了这个第一批分数线的 100分以上的同学 也是有大把人在的 那入学奖学金呢 是可以减免大家首年的一个学费 住宿费 以及大家在澳门的一些 生活的一些津贴 那除此之外呢 澳门政府呢 每一年呢 也会去提供一些 相对应的一些奖学金 给到一些成绩 比较优异的一些同学 那除了高考成绩之外呢 我们今年呢 也会继续的去为大家 去继续开放这个 国际课程成绩的这个招生 那如果想要去报考 这个国际课程成绩的 这一类同学呢 就是需要高中的三年 就是今年高中三年 你必须要在内地的这个学校 就读这个国际课程之外呢 如果说你是在内地以外的 这些学校 你并持有这个国际课程成绩的 这一类的同学呢 那你就可以来报读 我们的这个科技大学 那在这里大家一定要注意的是 一定是今年的应届毕业生 高中应届毕业生才可以来报读 那这个招生的这个政策呢 是不对这个高考生开放的 那这个大家是一定要注意一下 那如果说您是具有这个IB GCE A Level 或者是SAT成绩的同学 那就可以直接来申请了 那大学呢会终合去考虑 大家的这个公开考试成绩 高中成绩 专业成绩 以及大家的一个面试的一个综合表现 来去做一些评判和审批的 那以上呢 就是我对这个招生的 内地同学的一个招生的一个介绍 好 谢谢陈老师 那高考的同学呢 你们用高考成绩来报读以外 我们还有部分一考生 大学就会结合你的高考文化课成绩 还有审级艺术同考成绩 来综合考虑申请 那如果你是有提议特长生呢 还可以向大学的文体发展办公室 去申请以特长生的身份 来报读本科课程 那除此以外 我们还有一种学生就是 读内地国际学校 国际课程的成绩来报读 那如果你有符合刚才陈老师 所提及的一些国际公开考试成绩 也可以符合这个报读资格了 那刚才都说了这么多不同种类的招生政策 那究竟我们奥科大有哪些学位课程 可以被同学去报读的呢 那今年就有十大学院招收本科生的 那一共有19个学校学位课程可以报读的 那如果同学对这十个学院的不同专业范畴 都可以在我们不同学院的展位 向我们相关的招生专员去查询的 那然后我们报读的日期 具体是什么时候呢 那对于本地香港台湾和国际学生 就会在每年的大约一月份到四月份来申请的 那如果是内地高校成绩 你们的报读方式就会是 用直至入学 透过这个应届高校的成绩来报名的 就会在五月十三号开始 去我们的网上报名系统来申请的 那对于持国际课程成绩的这个内地生呢 你们的报名已经是开始了了 现在到了五月底 五月三日一号都可以到我们的系统来申请的 那都麻烦了两位老师 来到今天的访谈 那接下来如果学生有更详细的入学资讯 和有些报读方式都会透过我们的电邮 和我们的官网或者是招生署的这个电位 向我们查询的 那两位老师有没有什么说话去跟大家说一声的 大学发展非常迅速了 现在已经是世界三百强的大学了 那希望你们申请顺利加入澳门科技的大家庭 享受美好的U-Life 那陈老师有什么说话想跟大家说呢 那高考是大家的一个转折点 每一年的高考之前呢大家都会非常的紧张 那也希望大家可以调整好心态 积极地去面对这个高考 那也希望大家可以考到一个好的成绩 那可以金榜提名 9月份我们澳科大见 OK 谢谢两位老师 那如果招生署的展位 和一些学院的展位有问题 都会在我们的聊天室里向我们查询的 那我们9月澳哥大见 拜拜